虽然我还没有决定今天要不要走 但是我们得先把黑水箱倒了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正规的一个防车营地了 因为很少因为阿婷住了很多防车营地 很少有看到这样在车位边上可以直接排黑水箱的地方 这个把它掀开来 黑水箱就可以直接往这里面倒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像以前住一些专门停车的地方的话 还要专门拎着黑水箱然后去公厕所里面倒 还要跑很远的一段距离 在这里的话就非常非常方便了 我等等把水加一下 水箱也用了差不多一半了 非常方便 把黑水箱一倒 然后把水一加电载让它冲一会儿 然后等太阳落山了 我纠结一下 要不要溜溜球 看一下现在是下午三点多了 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我找一下附近有没有近一点的 可以停房车的地方 因为天气实在是非常的热 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能接电的地方 等能走的时候去把水灌满 然后把黑水箱倒一些 因为边上就是可以倒黑水箱的地方 比较方便 现在又是用的是一个寻找营地的一个软件 其实叫图居导 这个不是打广告 这个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用的 如果大家自驾游或者都可以用这个软件 挺方便的 上面的一些营地呢 基本上都是 都是挺好的 都是能接水接电的 我就先把 先把这个阵盒先收了 先把阵盒先收了 很闷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 与其我现在出发 貌似今天还是要在服务区休息 那我不如就在这 还能有水有电 是吧 还不怕愁 也不怕热 明天首先就开远一点 或者去找 找半仙 是吧 他不是要 要动那个 要动那个手术吗 可能要动手术吗 我到时候提栏果栏 可以去看他 原地不动才是最好的选择 太阳落山了 又是一天 感觉晚上又得下雨 带你们去这边 我记得我前两年来的时候 边上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带去 一直去瞧一瞧四南部 现在太阳落山了 还是挺凉快的 感觉要下雨的样子 一个类似 古代林园的一个设计 也是很久很久 没有人来过这边了 估计 两年前来过 这边跟两年前 没有任何变化 中间的 荷花还开了 你看 还有很多野狗 你看 三四只 四五只小野狗 我记得我坐在那个位置 以前在那边吃过饭 在服务区里面买的饭 我自己走到这里吃了 还是很美的 这个环境真的很好 很清静 小池汤里面也没有鱼啊 好像是没有 然后明日出发 这地方待个两天 好吧 到顶了 真的 主要是能接水接电 不然真不 真不会待两天 我这里服务区的这边对面 都是杭州外一些开发的房子 以前这边全都是一片滩涂 就是海 就是海滩涂 然后现在全部开发成了 房地产 房子特别特别多 好像有很多人 在这边买了房子 据说这边 以后会发展的 不错 一路走过来 我发现这边也能 走出这个房车营地 那个大门的晚上是关掉的 所以我可以走这边走出去 到服务区里面去买点东西 在这边还有个亭子 可以上去 登高望远 我看到上面还有个望远镜 一览无余了 这边还有个望远镜 好远啊 好清楚 这边还写着天下第一桥 杭州万块大桥 一颗蛋要坚持 其实不是特别 中午吃的那个饭还挺饱 一颗蛋都能蘸一点酱油就行 把蛋锅一下 真的 人还是不能太胖 现在是真的太胖了 现在出门的时候是160斤 坚持到底 就是胜利 消磨消磨消磨时光 其实我发现减肥这件事情 我一个人在外面反而比较容易控制一点 就在家的时候跟陆路跟家民总是会想着带他们一起去外面吃 然后外面吃吃吃吃吃吃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吃的越来越多了 在家里就这么胖了 我一个人在外面就是比较容易将就 真比较容易将就 然后中午吃得饱了 就是晚上就是懶得懶得就吃了 主要是也不想多吃 就是反而一个人会比较好控制一点 好痒啊 我感觉车里面有蚊子 我得把那个 我的蚊香叶给它插上 这个效果挺不错的 插个几分钟应该就OK 然后肚子还是有点饿饿的 我准备吃个 两根烤肠 等等自己拿这个 把这个电磁楼尖一下 OK OK 车里面有个小小的电磁楼 还是挺靠谱的 做一些这些小东西 方便 方便进一万 OK 关火关火 赶紧把空调盖了 哇在车里面做饭是真的相当热 相当热 OK 吃饭 还是没顶住 还是没顶住 还要顶住不吃东西 除非是车里面没东西 老香了这鸡蛋 我尝一下这个烤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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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得丢丢 哦 我知道了 我叫鸡蛋啊 给你人来换包 不是啊 哇 鲜嫩波子 没谁的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吃完饭煮上一壶热水 晚上喝 加上明天 也能喝 这次煮多一点 煮一壶 一个人感觉在这边像隐居了一样 好吗 路过了一群 没人 四下无人 我突然间突然间下到好大的雨 不知道我的那个插座会不会有问题 我已经把雨盆收掉了 外面在电闪雷鸣 这个插座我再想要不要先去把电关一下 我先去把电关一下 先去把电关一下 还挺危险的 哦 这种雨天 哎呀 下雨天舒服 瞬间感觉凉快多了 凉意袭来 凉快多了 看望着外面这种 刚才我这个窗户都有一点粘住了 应该是今天太热了 过去这边 这个画面感 挺好的啊 一半是 外面的自然环境 一半是在车内 听到没有 现在外面的雨 大得有点过分了 我还以为今天不会下雨了 不过下雨的感觉好舒服 特别是在房车里面 我超喜欢这种感觉 看一下外面的环境 看到没 哇塞 超级大 我现在是在 还是在这个高速的房车营地 今天又多待了一晚 因为今天太热了 在这里可以接水接电 所以就再待了一晚 明天准备出发 这环境躺在车里面 看电视吹空调 好不惬意啊